城市設計 我們在這裡我們介紹一些西牆下的一個擴充 這個就是所謂的 Json CPP Json CPP 主要當然就是去 他當然的主要就是去 去讀 Json格式的 資料 比方說像這邊就有好幾個例子 那他的其他的一個資料結構其實蠻簡單的 原則上就是Key 後面他是他的值 那方瓜弧的話就代表是他的一個陣列 所以他的值也可以是一個 一個陣列 像這邊那個值 他就有好幾個 像次 OK 那麼當然也可以再加上一些註解 comments 等等 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那他在使用上呢其實也都還好 只要不是涉及到 像是漢字或者是 非得用 UTF把他編碼的一些文字的話 基本上 他在處理上應該都問題都不大 好 那 我們看一下他安裝的方式 這是他 在 GHub上 這個可以 直接可以Clone的一個網站 嗯 他這裡當然也有講 當然我們可以透過 VCPKG 通過VCPKG去直接去 install他 原則上這個當然問題也不大 這邊事實上也告訴你怎麼做 好 那 在我們這部電腦看一下 好 當然是用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 但是 好 我們直接到 低潮 基本上我們VCPKG我們是有射路徑的 他的話我們我們其實直接看他有沒有裝 可以 那所以我們的list 我們的 json cpp 那我們裝的應該是64位元的 所以是x64-windows 確實也裝了 OK 好 那這個我們把它關掉 好 那另外的話 我們再看一下 他裝好之後所在的位置 還有我們需要處理的一些事情 原則上 如果我們在 VCPKG裡面 他在 就是說我們考慮在buildtree這邊 下面一層的jsoncpp src在下面好幾層 這裡面他事實上他是沒有被 呃 編成LIV檔的 好所以原則上如果說我們要去 一般如果要去處理 呃像是utf-8編碼的一些 的東西的話可能這個額外我們要另外再去編成LIV檔 好 呃這個事情當然我們已經做好了 好 那我們就先開啟我們的 呃我們的VC2019 好 好 一般來講在處理文字上面 尤其像C++這種程式語言他其實 會很麻煩的 呃我們現階段也就是看 先去使用了 如果說我們要 呃一直 均勵在漢字上顯示的問題的話那個 這個問題可能就會變得非常的複雜 好那我們先看前面標頭檔的部分 標頭檔當然就是我們一般的 C++的一些標頭檔 像我們這邊就有用到isString 呃我們因為會 呃 處理檔案讀寫 所以fString 那 甚至我們考慮到 呃 好 那 如果 是正常的情況我們當然就是用第六行到 第九行這三個 標的檔 他會處理Value啊 Reader Write 或者呢我們也可以採取另外一個方式就是把剛剛的 呃我們的資料家 剛 呃 這個幾個檔案呢 直接 把它塞在 我們的 工作的資料夾的位置 那透過 Json Tool.h呢這個檔啊他事實上他可以可以去處理一些 UTF-8的一些函數 啊 那 應該我們在這沒有特別用到但是我們還是 使用他 好 那 我們這邊還需要一個標檔因為我們在Windows 環境 那我們 Windows 他的編碼一般來講在這邊的話是用Big 5 所以我們一般Json格式都是UTF-8 呃所以我們這邊必須要改 使用別的編碼方式 UTF-8的編碼方式 那在這邊的話我們需要 適當的一個函式 秘密空間我們就一般的系加加STD的 就可以 好 那所以進來之後Main的部分我們先看一下 在這邊的話我們加上 一個 這個 我們需要的一個LIB的一個檔 那這個 我們編好的我們就直接是放在 放在我們的這個工作資料夾裡面 他這檔名稱就叫做 JsonCPP.lib 那或者你不去編你就把剛剛的 這三個CPP檔 一樣放在共同資料夾也可以 當然一定還是要有這個標頭檔 所以我們在這個標頭檔因為他是跟他 同一個資料夾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就用雙引號就好了 好 那 下面的部分我們看一下 那因為我們編碼方式要改 那UTF-8的 代碼是65001 指令我們這是用到 我們Windows的指令 所以在這邊第四行我們需要這個標頭檔 那 好 那既然我們用到 UTF-8編碼後面的字串 字串部分呢 我們就必須真的就是要用 UTF-8 所以在 字串前面我們就直接講U-8 那如果你不加的話他 編碼會錯誤就產生一些 奇怪的一些 字 恩 傑森的文字是 UTF-8編碼 那 漢字問題 讓他顯示的問題 複雜很多倍 這是 恩 非常困擾的問題 本來很簡單 問他一下就變複雜 好 那 我們看看 到19行這邊 我們是 用檔案串流 我們就一個變數講ST 那 這邊當然我們 有我們的Json格式的檔 那這個檔 事實上他也是用UTF-8的方式編碼 好 好 用BigFive來做那當然就不適合 好 那 基本上他是 印 那你 也可以加上他是用Binary的方式 好 輸入 好 那在20行我們 有一個 字串的串流 那我們需要這個呢 是主要是要透過他 把Json資料 寫入某一個字串 恩 好 下面就是蠻關鍵的 21行這邊是在Json下面的 Failure的這個class 那 我們 宣告一個變數就是叫做Case 好 那我們這個COVID-19也有很多Case 什麼就叫Case 好 那我們就 透過 Json 他裡面的 應該是Reader的部分 當然他現在已經改到跟 我們班的係架架語法都很接近 所以就串流 就流到Case 我們就直接去讀資料 正事實上這樣寫就足夠了 好 然後呢 我們當然也可以直接把Cout出來 Cout出來的話 情況跟我們這個做法結果其實蠻接近 好 那我們做法 還透過了這個字串串流 先把它寫進去 好 在下面24行的地方 我們在設定一個JsonStream 然後透過GateLine的方式 我們 把 在資料串流的 內容呢 直接丟給這個字串 然後當然他結尾的 結尾的地方就是 寫線0 然後再把這個字串 再把它列印出來 然後再 把這個 檔案把它關掉 後面部分呢 我們先把它註解掉 好 我們觸解到 這邊好了 好 一步一步來 我們編譯實行一下 可能出來的結果是會令你失望 沒關係我們先試試看 然後 他出來的結果 好前面的 17行的指令 出來一點問題都沒有 他U8就是UTF8的編碼字串 OK 我們也不需要把它再轉換為寬 寬字串 那沒有必要 好 那 確實他讀了 但是他所顯示出來的 他這邊 斜線U他代表當然就是UTF8的一個資源 那這個當然 可以 再進一步去處理 好 他確實是有讀到 那如果說這樣不滿意的話 我們 把這個註解呢 拿掉 好 好 那我們再看到第二部分 程式的第二部分 程式的第二部分呢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 傑森格斯當文字檔去讀 這樣讀應該就不會有問題 好 好 那我們一樣這邊我們也沒有用到寬字 寬字源的自傳 你用了反而他 會錯 這個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 那 32行一樣 檔案的串流 FIN 一樣是這個檔案 這個傑森格斯的檔 然後印 那33行叫我們 UTF8的 所以這個33行這個 可以把它阻解掉 你用了反而會錯 這個 我們經過測試結果 所以乾脆就拿掉 好 然後宣告 一個字元C C呢他是在壞迴旋就一個 逐一透過FIN 這個 檔案串流一個一個 一個字元去讀 好 他讀到 讀到哪裡為止呢 讀到檔案結束為止 那 然後呢 他就加到這個字串裡面 TXT 好TXT直接加 一個一個字元 直接加上去 在第40行的時候 我們就把Cout出來 然後在 41行的地方 我們就把FIN這個 檔案串流把它關掉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第2部分 執行情況 還有第1部分執行情況 然後前面當然就直接是用Jason的 Reader直接去讀 然後用Jason的Write直接去寫 所以他是這樣的情況 在分隔線下面就是文字檔 所以在這裡的話 我們資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 那 那 問題是他就是讀了 他到底 讀進去資料我們有沒有辦法處理 這才是關鍵的問題 如果可以處理就好 OK如果不能處理的話 那當然就很麻煩 那就另外 必須想辦法再轉換 所以我們第3段部分 我們是這樣做 當然這樣的做法 當然是你 你都知道 這些階層 裡面每個欄位他的一個key 那我們知道 這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傳染病的一個東西 所謂的key 那就是這麼多東西 像是確定病名 診斷年份 診斷月份 縣市 性別 是否為境外移入 年齡層 確定病例數 那這些都是key 那前面一定要有ubar 因為我們是utfbar的 變碼 不然的話 以這預設的話 BIG5 保證是錯誤 好 那所以我們透過一個 for each回圈 我們在key裡面當中的key 那我們就列印key 當然也就是這些尺寸 然後呢 key所對應的值 case case裡面的這個 key裡面的值 是以 自算方式呢 自算的形態 來展現 然後我們把它列印出來 好 那我們編譯執行一下 OK OK 情況其實 沒有想像中那麼糟 事實上他是讀了也真讀進去 而且那些資料是可以處理的 只要我們做適當的 編碼 後面的值 也都是正確的 我們這邊 第二項跟 第三項可以做一個比較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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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